为什么还有四十亿个位置呢? 妄想没断干净 所以有妄想就在一阵法界里产生这么多的差别 有分别就糟糕了 就把一阵法界变成十法界 有职责十法界里变成六道轮回 佛在境上把这个四十真相都给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要怎样能够超越 那就完全看自己了 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 你就成佛了 所以你们提的这些问题 都是妄想分别执着 我常讲讲的都是老实话了 反而是提出一大堆问题的都是不老实 老实人哪有问题 老实人没有问题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什么问题都没有 有问题就是你还有分别有执着有妄想 就不老实 老实念佛不容易 离开一些妄想分别执着 念阿弥陀佛就叫做老实念佛 千万不要误会了 我很老实天天打妄想很老实 所以这个里面与伐性相应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能与伐性相应的实在讲 并不多见了 我们也做不到 我们今天得佛的价值 完全平一点 诚恳的这个念头 真的是一份沉静得一份利益 十份沉静得十份利益 这应光老法是讲的 我们今天只站到这个边缘 没有坚信 那么这个经上讲的是坚信 坚信就是法身大肆的禁忌 我们看华言 华言会上这些菩萨们讲经说法 是这个禁忌 我们再继续看底下这段问题 这是我们懂得 就是讲经说法了 一定要靠负力加持 绝不是自己有智慧变才 这是我们要明了的 下面说 所以这何 这是提起一个疑问 那为什么呢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 非诸声闻独觉境界 声闻是阿罗汉 独觉是辟知佛 我们中国人习惯把它称作小臣中臣 菩萨成大臣 这些人 虽然没有菩萨的智慧 但是 他们确确实实 证得了证据 我六度罗三秒三菩提 翻作无上正等正觉 他们是正觉 菩萨是正等正觉 这里说明 这里说明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 是要正等正觉的菩萨 才能正等 声闻原觉 虽是正觉 他也没份的 不是他们的境界 当然 那就要靠佛力加持 阿罗汉批知佛 讲经说法 还要靠佛加持 侯宽我们反复 我们离开祝福菩萨 离开祖师大德 我们能讲什么 再看下面经文 二世善信百佛爷 此种何法 名为菩萨摩河河沙 佛有何法 名为般若波罗蜜多 这个问得好啊 这个 善信实在讲 是 带我们问的 问的是 这个意思就是 什么叫菩萨 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多 下面说 是 我 我不见有法 可名 菩萨 莫河河 也不见有法 可名 般若波罗蜜多 如是 二名 也不见有 云火令我 未知菩萨 宣说 善信 善信 明了 他提出这个问题 与发信 真实智慧 很相应 虽有名 但是 绝不 执着 这些名相 就是 金刚经上 不断 不断重复的说 极非是名 菩萨 菩萨 摩河河沙 即非 菩萨 摩河沙 是名 菩萨 摩河沙 般若波罗蜜 即非 般若波罗蜜 是名 般若波罗蜜 他讲的 这一段意思 就是金刚经 这种方式 他真的懂得 说法 不诸说法之相 文法不诸文法之相 这是《起行论》里面所讲的 利言说相 利明字相 利心元相 你就能 与自信相应 离 吉同时 不是分成两节的 两节你就落空了 你就错误了 他不是两节 空有不二 性相一如 所以利吉是同时 这个才叫一针嘛 才叫入不二法门 我们凡夫最困难的就是没办法同时 利了就不是吉 吉就不离 这个麻烦就大了 所谓是 凡夫作有 二臣作空 都作在一边 菩萨聪明 两边不作 利吉同时 这个就妙了 所以真空妙有 空有不二 才叫真空妙有 真空的相就是妙有 妙有的体就是真空 体相不二 空有一如 讲的是这个道理 讲的是这个道理 那么他这般 这番话说了 我们看看佛 佛 说些什么 佛言善心 词地这个佛 就是本司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先叫着他的名字 经典上有个规矩 凡是叫着名字 下面的话就很重要 因为叫着名字提醒他 意思要叫他注意听 菩萨摩佛萨 但有名 为菩萨摩佛萨 般若般若密多 以但有名 为般若般若密多 此之二名 不生不灭 唯有香灯香 世世言说 如是家民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年间 不可得苦 佛这一段开始非常重要 我们修学 读经文法 能不能得真实意 关键就在此地 你看开经济 我们天天念 愿解如来真实意 有几个人真的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在这里看 善性 解如来真实意 这一段文很有味道 菩萨摩佛萨了 这是个名而已 名是家民 名是家民 这个意思就是 你可以体会 你不能分别 你不能执着 一分别 一执着 你就错了 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能体会的 佛说法的这个义学 你真真明白了 恍然大悟 豁然开窍了 就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 我们今天听经听了很多 听了多少年了 也不开悟 不但不开悟 越听越迷惑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你听经的时候执着 执着眼所向 执着名字向 还在里头大妄想 这是糟糕不糟糕 这个事不介如来真实意 所以佛讲 一切尽的 一切名相术语 通是家民 都不能执着 都不可以分别 不是此地说的这两桩四子 每一桩四经都是如此 并不是这两桩四经不可得 世出世间 所有一切法皆不可得 所以金刚薄弱 是薄弱经的纲要 里面说得好 凡所有向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有为法 包括世出世间 一切法 梦幻泡淫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梦幻泡淫 决定不可得 所以样样都不可得 如果你要知道一切法 样样都不可得 你那个得失的念头就没有了 得失念头打掉了 你的烦恼就去掉百分之九十 你想想看 你多自在 你多快乐 你天天患得患失 不晓得得失是一场空 等于零啊 你错用了心 你别操心了 这是佛菩萨眼光 你都看到 叫 扩脸明者 这众生真扩脸啊 那么佛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呢 这你也讲得很清楚 唯有想 灯想 事事严数 有想 灯想 是指谁呢 指那个有妄想 分别 执着的这些众生 对这些众生不能不假设这些名词 这些说语 用这些假的东西 诱导他 希望他在这个假的东西 能够灵会真实 这是佛说法的意义啊 这是佛说法的用心啊 假如你是执着 这些名相说语的时候 那佛真是要喊冤枉了 他本来用这个东西来诱导你 处理 迷关的 哪里又知道被佛法迷住了 你已经被事法迷得很可怜了 现在钻到佛法里被佛法迷了 你说佛 自然他要掉眼泪啊 这个就是常说的 一文解字 三世佛愿 三世佛都喊冤枉 佛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我们才真正明了 大经大论上所说的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这个智是世间聪明才智 杜佛经不解佛意 为什么不解佛意 他执着理念的发现名词 执着言说文字 他不知道佛说法跟世间人说法完全不相同 佛经的文字跟世间文字也完全不相同 不相同的处所呢 就是佛经的言说文字决定不能分别 决定不能止住 你才能够体会他的意思 一起分别执着就错了 再去研究研究 那错的就越离谱了 这是佛法跟世法不同之处 后面这一段 世尊又特别叮铃祝福 祝福他 修行般若般若密多时 于一切法 明家 法家 及教授家 应正修学 这段话重要 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修学大乘佛法 你要懂得 你真正想修学 薄弱智慧 薄弱智慧是自信真实智慧 这不是从外面来的 我们自信本具真实智慧 你要想把这个智慧也能偷出来 那你就要懂得 于一切法 这个一切法是世间法佛法 都包括在里头 要知道世间法也好佛法也好 明都是假的 佛法每一传到中国来 古代中国的老子 他就懂得 那你们看老子 第一句话就是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就说明假的 他懂得不是真的 言说是假的 明相是假的 道可道是言说是假的 明可明是明相是假的 成 成是真的 那无常是假的 明相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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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是假的 马世 历相是有 advocated 明相是假的 明相是假的 是不相应的 刑法里面是假的 凡是因缘生法都没有自信 就是他没有自体 法是假 你不能执着 无自信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不要以为有所得 没有假的 教授家 我们向善知识求法 善知识很热心教导我们 我们在那里修学成就了 教授也是假的 那个教授的私有没有呢 有 明也有 法也有 教授也有 但是要晓得 这些东西全是因缘生的 全是缘生法 全是信空 缘起信空 全是了不可得 所以你可以用它 你不能执着它 换一句话说 你可以自在去受用 你不可以说我要得到它 那就错了 为什么 你得不到 它没有自信 你怎么能得到 我在讲习当中 也曾经说过 我们在这个世界 一切法 我们希望能有实用权 不要有所有权 我实用就很自在了 就很快乐了 所有权是拥有自己的 那是个错误观念 这里有这个意思 一切法 你可以使用 你可以用得很快乐 决定不能执着 这是我的 这是我所有的 你就错了 在这个里面 立母 立母所 一切法 受用自在 那真叫快乐无比 好比我们出去旅行 住在这个旅馆里面 旅馆 我住在这个地方 我有使用权 我在这住得很舒服 很开心 旅馆里面的时候 哪个地方坏的时候 不管我是老板 他有所有权 他去操心 我不操心 我这个房间 住得不舒服 就换一个 我们要做客 不要做住 要有实用权 不要有所有权 你就得大自在了 住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 也在自己 凡夫样样都要所有权 菩萨决定不要所有权 菩萨一定要使用权 不要所有权 所以他能得大自在 教授也讲 四确实是有 决定不能够置住 隐正修学 不要搞错了 这一点很要紧 很要紧 那么向下这经文呢 也不难得 诸位自己可以看看 可以细看 都能得受用 我们再看下面一段 有一段重要的开始 在第96面 96面第二行 末尾的这一段 他当中有个空字 就是空字下面这一段 第一段不长 我念一念 菩萨般若二明 说这两个名词 不见在有为界中 亦不现在无为界中 这个见 在此地应该念现 古时候 见跟现用一个字 现就是显现出来 不现在有为界中 亦不现在无为界中 何以故呢 菩萨修行般若波罗密多时 与一切法不起分别 无意分别 诸无分别 修一切法 为正请求一切致之 这一段开始要紧 我们学佛求的什么 摩六多罗三表三菩提 这一句话是大乘佛法修学的目标 学佛就是求这个 这一句话翻成中国意思 无上正等正确 我们在现代 唯一了说法方便其间 无上正等正确 人听了很含糊 意思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把这个言语 遍一遍 究竟圆满的智慧 这个说法呢 大家概念比较清楚 无上正等正确 究竟圆满的智慧 由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没有智慧就不能解决问题 佛法求的是智慧 智慧要怎么求 大薄弱经理就是这一个目标 交给我们求智慧的方法 这里面有理论有方法 有许多精彩的开始 我们在这个里面选的 选的是最精彩的 这个本子 是前清初年 革慧一句诗 从六八卷里面选出来 这是揭曰 揭露下来的 揭露得好 你看他揭露的经文 是哪一卷 哪一瓶里面 他都写得很清楚 让你可以跟全经去对照 我们这一次在此地跟诸位同学研究 我们在他精选里面再精选段落 是选出最精彩的 最重要的开始 我们来学习 希望我们能用短的时间的 受到最好的效果 那么这一段就很精彩 这两个名词 不显在有为切中 有为皆就是众生发皆 无为皆是祝福发皆 众生发皆跟佛法皆里面都没有 我们听到这个说法 当然有疑惑 下面佛跟我们解答 何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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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菩萨修行般若波罗密多士 与一切法不起分别 底下有了无意分别 这就是念编不住 不住啊 不住有为 也不住无为 所以 有为无为里面都不现 这个道理在此地 四十真相如实 所谓是念编不利 中道不存 离开念编 佛又说个中道 中道是不得以勉强说的 你要职责有个中道 你就有错了 职责有个中道 那念编就变成一边 你还是落在念编 所以告诉你 念编脱力了 中道也没有 那就是不乐有为 也不住无为 这叫做修行般若波罗密多 你们会吗 要挥 那就很了不起了 在哪些地方会呢 在穿衣 你穿衣能不能不落有为 也不捉无为 在吃饭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才知道 佛菩萨过的生活 跟我们过的生活 没有两样 没有两样 从形式上来讲 没有两样 我们穿衣吃饭 他也穿衣吃饭 我们工作 他也工作 我们应酬 太应酬 可是在受用上 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个受用是 有苦有落 有苦落有稀释 我们落在这个里面 而他呢 这个苦落有稀释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那么他私上有 私上也穿衣吃饭 工作应酬吗 他不落空 他不住空 心理上呢 利益且妄想分别执着 干干净净 一成不然 不住有 空有 两边不住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不现在有违戒 也不现在无违戒 这叫做修行般若波罗密度 这是菩萨的生活 特别是华言经上讲的 发生大肆的生活 他们过的是这个日子 自在随缘 快乐无比 真是利苦得乐 随缘就是什么都好 你才自在 你才自在 盼元是什么呢 一样一样 动脑筋 就想一想 那就糟了 你就落在有为里头了 什么都不想的话 你就落在无为里头了 你想怎么办 如何才能做到 不论有为也不论无为 这就是真实智慧 四上样样随也 礼上一尘不染 所以他直接讲 不其分别 五亿分别 诸五分别 修一切法 这个四句很重要 我们能在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对人对死对我 不其分别 五亿分别 心里面决定 不能有分别之处 但是在四项上 表现的有分别之处 这就是五亿分别 无异于凡夫 离四两边都孤岛了 佛法是法 是一法 不是二法 是不能分割的 如果你说一切都不分别了 人家问你你姓什么 你没有分别 你糟糕不糟糕了 你对男女老少什么都不分别了 你还能活吗 你不能活 所以四上要分别 心里头没有分别 这就对了 佛菩萨要是一切都不分别 还能讲经说法吗 跟我们讲经说法 那就要分别 你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你不达妄想 你怎么能讲经说法 所以他跟我们表现的 他也有妄想分别执着 实际上他没有 表现在外面有 里面没有 我们说外面里面真有 通通都有 是坏就坏在真 坏在这个地方 那个声闻原觉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说 他里外都没有 我们凡夫是里外都有 所以都骗在一边 里外都有 做有这边 里外都没有做空这边 做空 他虽然有自受用 他不能利益众生 他不能做众生 所以菩萨高明是 外面跟众生 活光通臣 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生活就是 就这么生活 这样过日子 这样过日子 跟诸位说 长生不老 外面跟大家一样 里面干干净净 人为什么会老 这个业余说的很有道理 忧能使人老 你心里头有烦恼 有忧虑 你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逼着你摔老了 你要能通通放下 一尘不染 你就很不容易摔老 所以我在讲讲习当中 常常提醒大家 真正说佛了 不老 不病 不死 这真点 往生是合着走的 不是死了走的 见到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走 这个臭皮狼不要了 丢掉了 合着走的 不是死了以后才往生 死了以后就不得了 麻烦大了 就搞轮回去了 所以往生是不死 这是佛法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 我们有缘 遇到 你能够抓住这个机缘 你这一生当中就成就了 所以这个四句话要紧 我们在生活当中 怎样能把它用上 于一切法 不其分别 无以分别 诸无分别 修一切法 诸无分别是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修一切法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对私对我 应当怎么样做法 如理如法 那叫修 把我们错误的做法 统统修正过来 所以是如今随俗 在中国 中国人以中国人生活方式 我们要跟大家一样 到外国 要遵守外国的法令规章 要学外国人生活方式 我们才能跟他打成一片 才能和目共处 这里头没有隔阂 没有意见 所以修就重要 修是随时要修 你看 修一切法 不诸空 这个 诸无分别 不诸有 空有 两边不诸 伪证 请求一切智制 唯独 我们所追求的 就是一切智制 这个一切智制 也就是通常 这一般大乘经讲的 一切总智 这里头是两个智 两个智 一个是根本智 一个是厚的智 也一个字智是实智 一个是全智 般若经上讲的 般若无智 无所不智 无智是实智 无所不智是全智 全巧方便 也就是在对人对事对无 应用上来讲 是无所不智 无所不智 不用的时候是无智 你心地清净 你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无智 可是对人对事起作用的时候 是无所不智 这个一切智制 两个智是这个意思 一个是讲实智 一个是讲全智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一切智 upon了 我记得及到下方的作品 我认识 我认识 在金本,第九十七面 九十七面 看那个下面呢,阿拉贝兹 下面阿拉贝兹 九十七面 最后一行 九十七面 最后一行 从当中看起 善心言 世尊 何因缘故 于一切法 心不沉默 亦不忧悔 佛言 世菩萨于一切心 心所法不得不尽 由此 与一切法 心不沉默 亦不忧悔 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 我想这个问题 这个何因缘故 或者对人 就迷惑颠倒 这是沉默的意思 忧悔是从心理上讲 有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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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对于宇宇宇宇宙 这叫凡夫 如果明了了 那就叫菩萨 彻底明了了 那就叫大菩萨 经上称摩霍萨 这些名词的意思 我们要懂得 是菩萨了 就是这个人 指这个觉悟的人 他就在那里 他与一切心所发 这一句里面 包括的范围 非常的深广 一切是说一切众生 这里面就包括了 九法界的众生 除了佛法界之外 菩萨法界 圣文元诀 下面是六道 九法界众生 他们的心 跟心所发 在法相为师里面 说得就清楚了 心是讲八十 心所是讲五十一个心所位 说八十 说五十一心所 诸位同修 必须要想的 这是佛菩萨讲经说法的归纳 其实认真说是说不尽的 心心所都是无有穷尽的 心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心理 心所就是心理作用 那他起心动念 以及这个心的活动 其用 对于这些法呢 他通达明了 他晓得这个不可得 这个不得了就是不可得 金刚经上说得清楚吗 大波若经诸位少念了 金刚经念的都啊 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在长江三心不可得 金刚经讲的简单恶药 就用一个心 其实心里头包括心心所 这里说的详细 心心所法 心法心所法 金刚经上用一个字 就表示出来了 三心不可得 在上面不得吗 如果说过去 过去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得 未来的还没来 当然你不可得 现在说现在 现在就过去了 现在说老实话 根本就不存在啊 这个道理 我们在讲堂里面 过去讲的很详细啊 这个地方讲的心 就是讲的念头啊 念头刹那生命 前念灭了 后念就接着生命 我们能够觉察到的 能够体会到的 实在讲 是心心所相许的现象 我们想想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在思虑上 其实这是心心所相许的现象 不是真相 真相的 我们凡夫决定 决定决察不出来 他这个生命太快了 所以佛在经上常说 不生不灭 其实一切法是个生命法 为什么说不生不灭 我觉得因为生命当中好像没有空间呢 你没有办法找出观察到他的生命想 所以生灭即是不生灭 所以生灭即是不生灭 意思在此地 我们看电影 这个电影 荧幕上画面呢 是生灭象 这个大家容易懂的 我们知道放映电影呢 那个放映机 一打开 这一张画面放出去了 再关起来 第二张呢 再放上去 再放你 一秒钟呢 放二十四张 哦 你看到那个荧幕上呢 就好像是很逼真了 其实是一秒当一秒钟里面呢 二十四次的生灭 他这个镜头开就是生了 关起来就是灭 一秒钟二十四次的生灭呢 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他那个生灭的界限 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心心所起作用的那个生灭下呢 佛说一弹指有六十刹那 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 一刹那当中有九百次的生灭 那么我们弹指弹得很快 而一秒钟至少可以弹四次 四乘六十再乘九百 多少次生灭啊 恰恰好 两个十万八千 你们想想 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次的生灭 你怎么能看得出他当中的空间 这是讲的真相 那么佛这个说法是不是就完全是实相呢 我们现在想想不见得 佛的说法还是方便说法 不是真实说 真实说比这个时间还短 一秒钟不止两个十万八千呢 这是现代空学家真实说 但是佛这个说法呢 可以说已经很接近真相了 可以从这个地方救了 就是救心心所不可得 也就是三心不可得 能得的不可得 你所得的 这是外面经济 你眼见的叫色 耳闻的叫深 六根接触外面呢 佛把它归纳 用色身相为促乏 这六个字来代表 外面经济 外面经济 是不是真有呢 不是的 也是刹那生命 主要晓得 能生的是心 俗生的是万物 万物是从心生的 这个道理很深 但是不能不了解 你不了解 你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你看佛在经上 跟我们讲的原理 最高的原理原则 跟我们讲 静随心传 华言经上尤其讲得透彻 不但是世间一切法 连佛法也包括在内 没有一法是例外的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是心时变现之 心刹那生命 能变的刹那生命 所变的怎么可能是不生命 所以所变出来的也是刹那生命 就像那个电影放映机一样 能放的是那个镜头 刹那生命 那所放出来的那个 那个荧幕上那个像 它当然也是刹那生命吧 这一定的道理 所以佛给我们说了 万发云生 无有自信 没有自体 当提借空了不可得 能得所得都了不可得 这是给你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如实 我们都迷在这个真相里头 都把它看错了 以为能得的念头真有 所得的这个万发也是事实 哪有这个道理 金美图书馆 韩广长网生 明天一百天 他是阿弥陀佛接他走的 这个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他在世护持我们佛法三十年 我们很感激他的恩德 他这一走了 我们仔细去观察 能得与所得 他有没有得到 正是所谓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一样都没得走 到人走的时候 这才觉悟 一切不可得 必须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念念都不可得 这是不得的意思 不见什么呢 不把这个见解放在心上 那你的心都干净 你都自在了 这才叫看破放下了 不得是看破了 不见是放下了 放下不是说 事情不要做了 那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完全错会了佛的意思 放下是 心里面 不要有这些牵挂 不要有这些忧虑 一切法呢 照做 做得比别人还要认真 做得比别人还要圆满 为什么 因为你心亲近 清净心 生智慧 智慧办事 哪有不圆满的道理 所以下面这个结论就是 由此 与一切法 心不沉默 也不由悔 因为他对一切法的真相了解 你明白 一切都能够随缘而不攀缘 随缘就自在了 随缘就与大自然相应了 自然的法则相应了 这个道理 必须很深 可是我们中国人确实是很聪明 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 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就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的礼记 这是中国一部古老的书 五经里面有它 十三经里面也有它 礼记里面有一篇乐令 完全是讲我们日常生活 饮食 起居 非常有味道 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怎样养生 身体健康 长寿 不生病 跟我们讲这个学问 饮食应该吃哪些东西呢 哪一个月生长的东西 你就吃这个月的东西 哪一个地方生的东西 你就吃这个地方的东西 这叫最健康的 什么道理 顺服自然嘛 现在人毛病多 为什么有那么多毛病呢 饮食不自然 我在台湾 不吃台湾生长东西 要去买外国的东西了 这就不自然了 它不是我这土生的 现在明明快到冬天 我要吃夏天东西 夏天东西买得到买不到 买得到啊 由此可知 我们现在是不能随顺自然 随顺自己的嗜好 于是找来一生的毛病 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在哪一个国家 在哪个地区就吃它当地的东西 当时生长的东西 这就是最健康的事 如果再讲求 那就很麻烦 怎么个做法 甚至烧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柴火 它月亮里的那个规矩可大了 那学问就大了 现在我想没有人会用那么样繁琐的方法来生活了 但是他讲的这个实实在在有道理 我们佛法叫随缘 叫顺着自然 顺着自然 这最健康的 所以叫你随缘而不攀缘 你这一生就过得非常幸福 自在美满 你不会沉默 那你不会忧悔 我们如果有这些毛病 把这段经文可以多念 再看下面一段 这也是我们现代社会 常常见到的大问题 我们对自己 以及对自己周边的环境 常常有恐惧 不安 想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找来找去 总是找不到 你说台湾社会不安全 你移民到美国 到了美国住了几个月 美国也不安全 你再去找遍全世界 没有一个地方安全的 你怎么办 这是现代的趋势 当然这个里面因素 非常非常之痛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如何能够求得身心的安稳 这还是一句老话 心安 要身心安稳 理得 你把道理搞清楚 你身心就敢稳 心安是理得到了 理要得到了 你的心就安了 理是什么呢 理是个道理 大宇宙的延避 运行循环 小是一个人 我们中国人讲 一个人的命运 你能够彻底明白了 你的心自然就安了 这个事情 显示的最明白的 就你们大家都知道 袁了凡先生 你们都读过了凡书学 袁了凡先生 为什么身心安稳 跟云古禅师 在禅堂里面打坐 一坐就是坐了 三天三夜 不起一个念头 这样的人少有 云古禅师看到这个现象 赞叹他 佩服他了 你的功夫不错 三天这么长的时间 你能够把妄念止住 不起一个念头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可是廖凡先生 他很老实 他告诉云古禅师 他说我不是有功夫 我不是有禅定 那是什么呢 他说我因为命 被孔先生算定了 我打妄想也没用处 云古禅师一听着 哈哈大笑 我以为你是有功夫的圣人 原来你还是个凡夫 那个凡夫 我常常讲 叫标准凡夫 我们连标准凡夫都做不到 那才是个标准凡夫 知道自己一生的命运 所以什么妄想都不大 了凡算他运气不错 遇到云古大使 中国大使教导他一套改造命运的方法 他一教奉行 那果然跟他算的完全就不准 所以命是自己造的 自己造当然自己可以改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别人不能给你改 别人你花多少钱去改个命 那是骗你的 哪有这种道理 如果别人给你造的 他当然他可以有能力给你改 命是自己造的 别人怎么能给你改啊 祝佛菩萨 对我们也无口奈何 佛菩萨要能替人改造命运 他不替我改造命运 他就不慈悲啊 佛菩萨不讲假话了 这个事情他办不到 他只能把这个道理说出来 方方说出来 做还得要你自己去做 你才能受到效果 所以我们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 怎么样能够做到身心安稳 不惊不恐不不 离开一切恐怖 下面佛教给我们 给善心说就是给我们说 佛也 是菩萨 普与一切意见 意识见 不得不见 我们先看这一段 前面讲的是心不沉默 也不优惠 这个说的戏 的确是很深的心理现象 这个恐怖啊 这个象粗 比前面来讲的是粗 来得很强烈 它从哪里来的呢 从义里头来的 义就是意识 像中讲的第六意识 如果再把第七识加进去呢 这个莫娜叫意根 充其量都是从意根意识里面发生的 所以比前面这个象来得出 意根给意识 要从它起这个作用上 来说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分别之处 意识是分别 意根是之处 莫娜是之处 意识是分别 由此可知 这个惊慌恐怖 是你的分别之处里面 发生的现象 菩萨说 这个佛讲啊 这个菩萨 他与一切意识识识 这个识识识识 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范围 他意识的范围 前面这个意识识识 意识就是意根 就是莫娜 莫娜式的范围 意识的范围 他起作用这个范围 不得不尽 这两个四个字 跟前面是一颗解释 前面的范围是讲八十五十一心锁 这是讲八十五十一心锁里面的一部分 特别着重在莫娜跟意识 他们起作用的这些范围 也是了不可得 所以 北法民门论里面 将心法 心锁法 色法 不相应刑法 通通通归纳在 有违法里头 你看金刚经不是说的很明白吗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映作如事观 那有违法是哪些呢 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心不相应心法 几乎把这个虚空法界 所有一切 通通包含进来 我们现代人这个贵纳 没有佛讲的那么详细 现在人讲精神 讲物质 心心锁是精神 色法是物质 这个不相应刑法 用现代的话讲抽象的概念 这个东西 有这个四 但是没有体 那不是真实的 抽象概念 你不能说它没有 而实际上它也是了不可得 你了解这些四十真相 你也不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 于是你在一切法里面 惊慌恐怖 自然就没有了 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 凡是有这些事情 说个实实在在的话 做最粗浅的话 大多数是从得实 这个妄想里头发生 你对于一切法没有得实的念头 你怎么会有恐怖 凡是生恐怖一定都是其余得实 当然其他的因素也有 最主要的是得实这个妄想里面 没有得到的怕得不到 得到的怕失掉 所以才有惊慌恐怖 如果晓得一切法不可得 那这种现象自然就没有了 再看后面这一段 这一段没有问 而是佛教者善现的 给他说的 经论上 凡是佛说话之前 叫着名字 意思是提醒他注意 后面有很重要的话要讲 叫他注意听 叫着善现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 于一切处不得般若波罗蜜 不得般若波罗蜜多名 不得菩萨 不得菩萨名 不得菩萨心 应如是教界教授诸菩萨 令与般若波罗蜜多修学究竟 这个总结架得好 真实智慧 修行般若波罗蜜 这两个字要一定认识清楚 修是修理 是修正 行就是做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造作 齐心动力 是我们心的行 心在那里行动 言语是口在心 在心动 身体的一举一动 是生的行 行的再多 用这三条就全都归纳起来 我们身与意的行持 有了错误 一定要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做修行 修行简单的说 修正错误的行为 这个行为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你的言语 你的造作 有错误 有错误把它修正过来 这叫修行 这个地方 所说的呢 是修行 般若 般若密多事 修行般若 般若密多事 在那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现在讲这个 薄若纲要的时候 是不是在你念薄若经的时候 不是的 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待人觉悟 是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薄若是高度的智慧 用现在的话来说 高度的智慧 圆满的智慧 究竟的智慧 智慧是我们的生活 穿衣吃饭 点点滴滴 都表现高度智慧 这就叫 修行般若 般若密多事 那要怎么个修法呢 佛哲司里教给我们一个原则 于一切出 不得般若般若密多 这个名词说于 我们要懂得 般若犯着智慧 波罗密多 波罗密多 从意思里面讲的就是 圆满究竟 那照着这个梵文 格式来说 智慧 圆满究竟 那照我们中国一般说话的这个顺序 那就是 究竟圆满的智慧 他们这个句子是道状的 跟我们恰恰颠倒 我们讲究竟圆满的智慧 它是讲智慧究竟圆满 不得你心里面不能有一个高度智慧 究竟圆满的智慧 那你还有这种分别执着啊 你已经没有智慧了 一定要把智慧化成生活 不落痕迹 落上痕迹 你的智慧就没有了 就生烦恼了 那哪里能生智慧 这就是教各国们 一切不能执着 你修学般若般若密多 还有个般若般若密多放在心上 这就坏了 这就成了障碍了 不但不能有般若般若密多这个念头啊 连般若般若密多的名字也不能有 名是假名啊 离开这个假名假象啊 你真的显示出高度智慧 真正显示出究竟圆满的智慧 在你夜深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 从年初一到那月三十 圆圆满满表现 在你生活里头啊 像谁辱交融啊 痕迹找不到 那你是真正会修 不若不若密 那么这是讲法 凡是表现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们一般都称他做菩萨 那菩萨就是一个生活在圆满高度智慧之中 这种人我们就称他菩萨了 不得菩萨不得菩萨名 不得菩萨心 这些话实在讲 就是金刚经上讲的应无所住啊 如果你心里这个菩萨 我救了 我明白了 我是菩萨了 你是道道地地的凡夫 菩萨哪有分别执着呢 菩萨心清净平等啊 我是菩萨 他不是菩萨 那就不平等了嘛 我是菩萨 他不是菩萨 你的心就不清净了 清净心里面没有一无啊 你看禅宗六祖大师在谭经里面讲 本来无一无那才叫真正清净平等 这一段话就是说的本来无一无 你确实是菩萨 但是你不能以为我是菩萨 不可以以为还有个菩萨的名号 名号什么还有等教菩萨 地上菩萨 三邪位菩萨 哪有那么多麻烦 这个意思 地确非常深 非常广 而说的特别详细的 昂管长在往生之前 他有两个愿望 富特各往 我也发心把这两桩事情做好 一个就是教学 培养红发人才 另外一个呢 他要求我讲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这部经很长啊 一天讲一个半小时 一年到头不休息 五年才能讲圆满 这大功臣啊 这在往生之前把这两桩事情交给我 我说我我也有这个愿望 我从初出家的时候就向往华严 过去曾经讲了十几年 因为常常出国 断断续续 没有能讲完 只讲了一半 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 也没有录音的设备 所以没有能够留下来 那么现在有这些科技设备呢 我是很想将它从头到尾再讲一遍 现在我们正在印金 我听说我们总干事邻居是告诉我 现在大家发心了印无量寿金的人很多 而无量寿金在台湾的已经达到包裹点了 就是说太多了 所以他来给我讲 要我跟大家了报告一下 是不是可以把这笔钱 我们移送到中国大陆去印金 在大陆上印金比我们台湾便宜 我们台湾印一本 在大陆上可以印三本到四本 大陆上人口多 有十三亿人 所以我们每年虽然送几百万册的这个金书 送到那里 看不到啊 这人太多了 我们送了十几年 我估计一下 至少有一两千万册的数 但是在大陆上真的是看不到 太大太大 人口太多 所以希望大家发心 能把这笔钱送在大陆上 印无量寿金来征收 也节省了很多的运费 如果诸位同学同意 如果诸位同学同意 那么我们基金会就可以照做 或者是呢 印其他的这个金本呢 也好 无量寿金呢 印的太多了 当然这个书啊 还是多多一善的 这个全世界五十多亿人呢 我们总希望人手一策 那距离这个目标还是很远很远 希望大家要能发善心 共同来做这个善心 此地所讲的决定不着想 幕后世尊的教界 应如是教界 教授 诸菩萨 教界跟教授不一样 是两章四句 教界是对一般大众 教授是传法 像我们平常这种奖金的法会 甚至于解答问题的这些法会 这都属于教界 我们教学 教学生 训练他 讲经授法 这是教授 指导他 修学 这个是教授 大菩萨要教小菩萨 只要发心 学佛 真正 真正 啃发心 断屋 修善 发心 破弥 开屋 这个人 就是菩萨 初发心的菩萨 佛哲次第 对于教界 教授 诸菩萨 另于波罗 波罗 波罗 蜜多 修学 究竟 如佛前面所讲的这些原理原则 那就是修学究竟 那么我们多聊这一段话了 可见的 这个确实是我们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在这一段经文上我们遇到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 我们还是选段看 因为这个金分量太大了 我们这次的讲演是选择精彩片段 我们没有从头到尾讲 选择里面的最好的这个段落 对于我们非常有关系的特别提出来 那么大家看九十九面 第四号 从最后一句看起 我念一念这个文 善先也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 诸一切法 而身相浊 是为菩萨顺道妨碍 如是妨碍 说明为甚 这一段话也非常重要 因为是我们学佛的人 常常犯的过失 为什么会犯这种过失呢 可以说这是五十戒以来的烦恼稀奇 不知不觉就会犯 菩萨行的刚灵 大家晓得 这个话我们要用更浅显言语来说明 菩萨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遵守的原则 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原则 那你就不叫菩萨 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有六条 那么在经上讲 六波罗蜜多 就是菩萨生活的六个原则 一定要遵守 一定要遵守 第一个是不失 不失的意思就是放下 你要能放得下 放下不是指外面的事 外面事刚才讲了 你要认真积极努力去做 放下你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 佛为什么这样教你 这样才与自然相应 为什么呢 心 心本来什么都没有 心干干净净的 心不能有东西 有东西就坏了 你看我们佛法 佛法也有个上标 也有个标志 我们常用的标志 用法轮 法轮常转 为什么不用别的做标志呢 要用轮呢 轮是圆 你们大家都学过几何 圆心在哪里 圆一定有心 那么有心 它圆从怎么来的呢 语音心是抽象的 决定有 但是不可等 决定是有 确确实是不可等 所以心一定有 心不可等 心里面不能有一丝毫的东西 你有忧虑 有牵挂 有妄想 你的心坏了 外面事情为什么叫你认真努力去做呢 那个外头的圆周啊 周一定要动 轮一定要动 它才有作用 轮要不动了 不动了 什么都不能动 你们坐车来了 轮不动 你们来吧 所以说 所以说 身要动啊 心要静啊 这是养生之道的根本原理 你看 你看佛法在三千年前就用这个来做标志 时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所以布施 对外面来讲是动的 我们尽心尽力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这是个动向 里面呢 里面要放下 里面是近的 里面是亲近的 一尘不染 这样里外啊 动静一如 这是这里面产生高度的智慧 我们今天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操心的 都是天天在思虑的 事情未必能做好 总是做不圆满 为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他用妄想分别执着在办死 难免不出错误啊 这个佛菩萨办死为什么高明呢 佛菩萨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他用高度的空慧 心空就是智慧 所以慧叫空慧啊 也叫空灵啊 心空了啊 就灵了 他办事绝对不会有错误啊 那比别人高明就太多了 你懂得这个道理 把这个道理是应用在你生活工作当中 那你就是菩萨行的 你就是在修菩萨道学菩萨行 菩萨道菩萨行在哪里就在你自己本位的工作上 没有离开你的工作 我在休斯顿那个时候 有一位同修提出来家庭主妇 那家庭主妇怎么学佛 我就说了一大片 就在你家庭主妇这个本位上 每天早晨起来 整理你的家庭环境 洗衣服烧饭 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就是菩萨行 就是六度祈求啊 这举一个例子而已 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身份 任何生活形式 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 全是菩萨行 都能表现着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这在说 佛法是平等法 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贵尽于此智慧 都能够高度智慧的生活 都能够究竟圆满幸福的生活 那你不懂就没法子 你要懂得 你要细心去体会 要认真去学习 学不来 学不来是因为烦恼习气 在作祟 你必定要克服 克服的方法 经兰经典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 你可以去读 可以去选择 我们行 波罗密度 修一切法门 为什么会 是想好的了 修成原觉 修成神文 就是修成阿罗汉 修成皮之佛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修学里都有了偏差 实际上现在才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差 这上面的 这一段就讲的好了 修行般若波罗密度时 这句话诸位要晓得 修行般若波罗密度时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出世待人皆无之中 你一不识持戒 持戒就是如乎守法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有程序 都有先后次第 决定不能错乱 这就叫持戒 所以大家看到持戒波罗密 你就想到五戒 什么菩萨戒 把这个范围想得那么小 你连个 沃罗汉批之符也守不到 人家还能修成个沃罗汉批之符 你为什么修不到 你那个圈圈数太小了 所以这个持戒两个字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守法 如法 按照程序去做 佛的这些交给你的方法 都有次第 都有先后 都有程序的 按部就办去做 一个国家有宪法 有法律 一个公司行号 也有他的章程 人也有他的办事的细策 这些法令规章 所规定的 我们必须要遵守 然后这个事情就仅仅有序 有条不紊 有秩序 社会再复杂 只要有秩序 就呈现一片享好 然后再讲 忍辱 忍辱就是耐心 无论办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耐心 精进就是求进步 不能够以今天 这个成就就满足了 要求进步 成定是自己心里都有主宰 不轻易被外面环境所动摇 般若就是高度智慧 这是菩萨生活当中 必须要遵循的这六个条件 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 修行般若般若弥多实 就是这六个条件 落实在我们生活工作 出世待人介物的层面上 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底下就说出毛病 怎么发生的了 注意切罚而生享受 这毛病出来了 你看 你看正跟前面那一段所讲的 不得不见的恰恰相反 他心里面有了分别 有了执着 有了分别 也有了执着 想着 实为菩萨顺道妨碍 他是依照佛所教界的去做 他在这个里面呢 对于这个方法呢 喜欢了 诸位晓得 喜欢就是起了贪心 世间法不能贪 佛法也不能贪 那贪心是个妄念 清净心才是真心 清净心才是本性 你看我们中国人造的这个字 这也是我常常提醒 主位同学 我们的老祖宗 对得起后代 中国的文字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都找不到 文字是符号 而中国这个文字是智慧的符号 你看看这个地方 经常讲的 儿身相着 你看那个想字 想字是下面一个心 心里面有了像 你看一想就有像 我想一个人 心里就有个人的像 我想到前面那个马路 那马路上像就现前了 只要你有像就出来了 心是真的 那个像是假的 你把那个像拿掉 真心就现前了 你看这个字 你看这个字 心是真的智慧 心里有个像 像是假的 我们常常说 那我们常讲思想 思是什么 思是分别 你看思 心上画好多界限 那个田就是画鸽子 那个心量就小了 那个鸽子拿掉 后你的心就大了 进去空变发界了 所以思是画界限 想是在打妄想 那都不是真心 现在是某人的思想 这个我们佛法听见很好笑 某人的思想 某人的妄想 而虚妄分别 虚妄想象 这个思想 田子拿掉了 像拿掉了 真心就先露了 所以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 你只要懂得一看 你就看智慧 就明了了 他这里的话呀 就是因为有了思想 所以佛法 我跟大家讲 很多人不相信 还因为我骗人 说佛 读佛经 决定不能用思想 为什么呢 佛的音语文字 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 你一思一想 就把他的意思全变掉了 所以佛 佛经要这么做了 老老实实的去读 不懂 不懂 不要去 不要去理会他 你就把心念成清净 念成清净心 一切妄念的 他通通通都念掉了 经理的意思自然就出来了 千万不要 这个不懂 我要去研究研究他 想想他 越研究越糟糕 越想越差 他不是世间文字 世间人写的文字 是用思考写出来的 我要想想 怎么写 是用思考 写出来的 你用思考 可以理解他 佛菩萨所讲的 没有思考 那你用思考 怎么能懂得他的意思 决定不会听 不会懂他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是 真话了 你要相信 你会有成就 你要不相信 那你去研究 你研究一辈子 也研究不出一个道理出来 不思就得了 越思就越糟糕了 所以这个地方 着重这一句 妨碍 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 应当要把它写掉 诸位再翻开 砍一本页 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现前 很迫切的一个大问题 大家 都是修学净土法门 否则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 修学净土 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我们刚刚在华严经上 讲过菩提心的样子 菩提心像 过去我们在发起 菩萨书身 制药经里面 弥勒菩萨最后 也说出摄中心 都是菩提心的样子 我们能做了这些经文 会不会发呢 怕的是像刚才讲的 生其妨碍 生其妨碍 弥勒菩发的这个心 叫相似的菩提心 不是真的 怎样才能发真实的菩提心呢 把那两部经所讲的 跟这一段合起来 你能够体会到了 真正菩提心呢 就有点影子出来了 请看经文 在第一杯 第二行 从第二句 它当中空了一个字 从这个地方看起 修行般若菩萨蜜多时 菩提心不应诸 菩提心明不应诸 无等等心不应诸 无等等心明不应诸 广大心不应诸 广大心明不应诸 何一顾 是心非心 本心尽顾 我们就念到这一段 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可是我们修学 还是很难体会佛的意思 一会叫我们做 一会就不叫我们做 我们到底是做好 还是不做好 越搞越糊涂了 这是佛法的难处 佛法理解要透彻 金刚经常讲 神结义绝 你解得起人不行 要解得神 他的义力去向 清清素素 明明白白 你就得受用 这个地方告诉你 真正修菩萨道 修菩萨行 就是修行般若波罗密多事 跟华严经五十三参 善才通子 完全相同 善才通子五十三参 就是修行般若波罗密多事 你看一开端 就是和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正法 可是不能心里头 折一个发菩提心的念头 你只要这个念头呢 这个念头就产生了障碍 同样一个道理 我也遇到念佛的同修 他是念了很多年了 他就要求一个一心不乱 念了很多年都得不到一心不乱 于是他念佛怀疑了 他说我很用功啊 不是不用功啊 天天在念了 就是得不到一心不乱 来问我 我就老实告诉他 我说你这一辈子 都不会得一心不乱 他说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个 得一心不乱的念头在 这一个念头啊 就把你一心不乱障碍住了 怎样求得一心不乱呢 把求一心不乱这个念头也丢掉 自然就得一心不乱 道理就在此地下 跟这讲是一个意思 你发不得心 昨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 在图书观价里 海云比丘 交给善才通子 发心 是一种样子 这是一种样子 你去做就好了 你可不能执着 别说是一条 执着一条 那就不是真的菩提性 叫你样样都去做 样样都不执着 这个道理 就是金刚经常所讲的 应无所助 而生其心 无所助 没有执着 而生其心 我样样都做 海云菩萨讲的是一条 我都知道